今天这个是苏正清嘛 大家知道民进党立委嘛 今天宣布退出民进党 在SOGO案的部分 他涉嫌收回2000万 在去年8月收押禁件 还记得吗 今年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农历春节前 1000万元交保 回家可以吃团圆饭 涉及贪毒 他退党 下一步的选择 大灾问 是大家所关心的 今天他讲了几段话 还蛮感人的 他说第一个 有一股力量 极尽的扭曲我人格 好可怕 第二个 强劲的洛杉丰 吹不倒屏东人的意志 清白如大武山的坚定 我觉得现在这个 在蔡总统的带领之下 这吹起一大股 这个文清风 从老到少都一样 我们先来谈一下 赵新你告诉我们好不好 这股力量是什么力量 哪来的力量 应该不是时代力量 他是不是少两个字 有一股时代力量是吗 有一股力量 极尽扭曲我人格 陈时中又说外力介入 到底什么力量 是 我第一次看到卡到阴是不是 神秘的力量 听起来是在神怪传说 我觉得很奇怪啊 今天福祸无门为人自招 是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嘛 今天你是直接在质疑说 在你们执政党底下的司法体系 通通都是骗人的吗 难道你觉得说法院还是某某党特别开的吗 要开也是执政党 不会是我们 对不对 所以你说的力量极尽扭曲你人格 问题是你就是要经过司法的检验嘛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 在批评哪一个部分 到底是什么力量 你要讲清楚啊 有一种力量极尽扭曲我人格 听起来是一种像以太一样 玄虚的东西 然后灌到你的身上 然后我就知道 那个想法可能就跟以前不一样 这很奇怪 收购案本来在这个社会上 就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案子 坦白讲 它所涉及的人也是跨党派的 所以你今天讲这个东西的话 大家对这个的认知就是 你自己个人在可能诱惑上面 或者是做法上面 不为现在的法律 或者是政治风气所允许 那为什么他用这样的方式 用退出民进党的方式 然后又讲这么多东西 可能就是为了自己 在未来的这个政治的前途里面 仍然要保留自己的套路 表面上说我是要保护民进党 实际上是不是也一种 在跟中央示威的做法呢 因为我现在以后 可能过了一年2022 还是后面我给你 参谱到罪无聊的时候 到时候谁求谁还不知道呢 我现在抛开了 中央道德的羁绊之后 我回到地方 变成一方之霸的时候 到底是我求你还是你求我呢 所以我在这种非常美好的 文清风里面 还有一种非常虚幻的 一种神秘力量里面 扭曲我人格里面 我看到的其实是一种 政治博弈的叫板跟叫正 不过今天大家也注意到了 其实苏正清呢 调子其实放的 放的还算是蛮软的 过去大炮嘛 抨击这个检调 在今天呢 心心念念的 他挚爱的民进党 他挚爱的这个服怨党 不能够伤害 然后他也说呢 是暂时退出 等到他用清白之声 可以重新回到民进党 不过大家所关注的是 请问一下 他今天当然说 他这个退党 等于是帮民进党 解决了一个难题嘛 也是不是帮他的 这个叔叔苏家权呢 弄了一道政治防火墙 但是很多人更关注的是 他交换换到了什么 接下来他有可能托党参选吗 他在屏东 呵护苏家的利益 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牺牲 他换到什么 玉民 我觉得今天大家都说 苏正清他今天这一招 有高人之点 就是还蛮高招的 看起来是以退为进 而且姿态放软 这不符合他的特质 他过去像在立法院 就讲话很大声 蛮力很大 然后做什么事情很冲的 那所以今天在高人之点底下 他用一种以退为进 然后还声明 他非常的深爱民进党 所以才做出 这样的一个决定 但是大家都知道 苏家在屏东 其实那个地方的势力 是很强大的 他其实自成一派 那这一股地方的势力 也是民进党不可忽略的 所以的确也有人在意测说 那未来这个整个屏东的 县长的选战的布局 他虽然声明说 他退出民进党 但他本人 第一个问题是 他本人会真的全退吗 他当然今天 人家有特别问到这个问题 他说他就专心做好 他的立法委员 但是我只能说 政治是瞬息万变的 到时候他低调沉浅 继续在地方经营 经营一段时间 2022又不是今年到 一年过后明年 到时候那个选举支持度 数据摊开来看 如果民进党现在抢得很凶的是 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 忘记了 那个女生跟那个就是 你说的是屏东吗 周春敏是不是 周春敏 听说他的牌子 就是挂满了整个屏东 就是参选的意志非常的高 那如果到时候 周春敏的这个民调拉不上来 那苏正卿请跑基层 然后屏东的乡亲后来觉得 他认错了原谅 或者是他的司法官司 你刚所谓的那个交换 如果这边又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没事了 那你说他会不会起心动念 他经营这么久的这个地方的 这一些政治势力 他就要放掉吗 我觉得不容易 所以不排除这样子的一个可能 另外一个其实他本身不参选 民进党派系的角力当中 我刚刚讲周春敏 然后还有这个好几位 他们有两三位都要参选 那他这股势力会不会先动 他支持谁 可能那一派将来谁就胜出 或者是他私底下 跟他合作的方式 然后将来先打下这个江山 然后再看这个政治资源 要怎么样的分配 这个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第三个 他这一局呢 的确对他的叔叔 苏家全来讲 苏家全已经沉浅很久了 被他拖累 就是本来是可以坐上行政院院长 大家最近不是在讲说 这个苏政庄坐太久 应该要换人了 其实那时候最想坐这个位置 叫苏家全 他很早就说 我不要当立法院院长 就等在旁边 等小英关爱的眼神 就是要坐上去 结果被苏政庆这个事情一闹 他变成一个总统府秘书长 要黯然下台 那你说他政治前途 就到此为止了吗 还是他在等待 就是适当的时机 比如说苏政庆都已经解决告一段落 他也退出民进党 不是干扰他的因素了 那是不是他又准备再起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苏政庆 他这样子的一个以退为进 事实上他这一步棋下的 他有好几个部分 未来都可以再进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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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